我跟这个陈先生的沟通 他要我这个尽量扫讲中国的经济形势 因为经济形势分析已经够多了 但是其实我自己非常愿意讲宏观经济形势 因为对中国来讲 讲政治分析是吃力不讨好的 甚至有某种这个危险性 但是因为陈主管有这个明确的要求 我也不好赖在经济主题上太多 所以我想我的三个问题 对于这个经济的问题 我尽量这个提过就行了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讨论 主要在围绕这个宏观 以及微观的经济形势的判断上 和分析上 但是经济形势又不能不提 因为从1978年到现在 中国大陆的这个执政党 把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是牢牢扎根在这个经济的土壤里头 所以谈一切问题呢 不能不从经济出发 但是政治呢也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我想分三个方面 能够各位强调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个呢 首先我这个强调一个 就是经济学界公认的一些这个状态 那就是中国经济形势 整个这个成长 已经呈现这个明显的这个疲软状态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经济形势 是有这个三个支点支撑起来 经济的增长 甚至经济的发展 都是由这个投资 消费和外贸来支撑 那么随着这个政府可支配的资金债步 引起CPI迅速上涨的情形下 可使用的投资手段已经不足 所以投资的明显下降是必然的 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政府试图 通过这个激活明资来弥补 国有资产这个盘活和中央政府投资不足的这个弱点 但是难度是非常大 因为实际上预示向激活明资 一个大的问题就在于明资的天生的市场敏感 对政府的这样一种这个激活 或者甚至利用 抱有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 所以截至昨天大家都知道 温州在已经开放这个民间融资的情况下 又有一个身负30亿债务的老板跑出国外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的疲弱是很难拉动的 就是消费信心不整 使得消费市场很难激活 所以拉动内需 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分配形式的一个改变 那内需的拉动也非常困难 那第三个是外贸 所以说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 这个美国和欧盟 经济形势在蒙蓉程度上的这个恶化 所以外贸 很难用这个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来替代 所以外贸形式的这个恶化也是必然的 所以这是因为如此呢 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社会的状况里头 两种这个估计 都是偏向于一个令人不太振奋的判断 那么哪两个判断 一个从这个乐观判断上来讲 其实大家都认为下行趋势明显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进行经济 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比较委婉的用语 叫下行趋势 以避免说这个是经济的停滞衰退甚至是危机 但另外一种是这个悲观的估计 悲观的估计就认为这个崩溃可能会发生 而这种最明显的说法就是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共同出的这个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的报告 违背这个四行对中国经济一贯的乐观估计 替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危机性断言 那就是可能无预警性停滞或者衰退 这佐尼克一向的这个判断对于这个中国都是比较乐观的 但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里头 他不太好继续这个违利他的研究伙伴的这个断言 所以只好这个出来宣布做恶人 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像这个欧美国家在外部预期的那么乐观 这是因为如此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要强调的是呢 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这个夭走 首先我们强调这个引一个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带有半官方设采的人一个基本的断定 随着上述这个三个指标都不利好 所以中国经济下行预估是一个常态分析的结果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在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趋势当中 已经打破了一般的这个经济周期 很难在这三十五年以上还继续维持着这个强势的增长 而且所谓一枝独秀的这个期盼 在中国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这样一种经济定位之下 就是更难为止 那么与这个有关呢 就是我们来分析 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形条件下 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吻合关系 越来越这个矛盾尖锐 而凸显出难以控制的这个局面 所以政治非规范竞争的一个高涨呢 我们说这个从年初的王立军事件所引导出的薄熙来事件 其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近期出现的陈光诚事件 以及重新正在发展中的这个群体的反抗运动 所以是张乐江最近也比较忙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条件下呢 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权威认同 已经带来一个这个严重的一个负面的反应状态 其实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虽然是一个偶发事件 但是对于中共的这个统治集团的三大问题 或者三大难题的解决 确实具有必然 哪三大难题呢 第一就是权力产生的合法性机制 是什么 实际上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 给大家遇到了一个基本的现象 就既定的党内的合法性权力的授予机制 不能够顺利交接 大家这个尤其是政治强人啊 对指定接班人啊不太服从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权力的这个和平交替啊 越来越困难 因为以往都是通过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方式呢 来实现权力的交接 大家一到这个十八大就可以去期盼 十九大或者二十大会不会更好 所以中国人的这个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心理 什么特殊的政治心理呢 总是忘记当下期盼明天会更好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在盼十八大的时候 相当多的人评论的眼光已经转移到了二十大 我们去盯这个胡春华 深圳才 周强 我们去盯这些人 好像这个习近平替我们尘埃落定 这十年我们已经放心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治交替的和平机制 以及社会的一种反应状态呢 我把它成为叫做跨时间的一个跳跃 就是我们总是在十年以后来谈中国的问题 其实 就是